旋转启动开关 急停开关 启动按钮 大车一号摇杆为大车控制摇杆 二号摇杆为小车控制摇杆 一号按键是启动机的执行模式 二号按键是90度旋转模式 三号按键是360度旋转模式 F1四号按键是备用键 此功能也是备用键 打开旋转按钮 旋转至热欧温 打开急停开关 点击启动 等待三秒钟左右 在这边 此摇杆是控制小车方向的摇杆 和吊钩起升的摇杆 向上推 吊钩起升 向下推 吊钩开始下降 向下向右推 控制小车的前进方向 一号摇杆是控制大车的方向 向前推 大车前进 大车前进 向后推 大车后退 向左推 左前行 向右推 恢复直行 一号按键 是大车的执行模式 一号按键为大车的执行模式 点击执行模式 将轮胎回正 二号按键是90度旋转 三号按键是360度旋转 三百六十度模式下按前进后退 其中机开始原地旋转 当不实用其中机时候 点击一号按键 恢复到执行模式 旋转按钮 按支到off 关闭 今天开关